哈囉大家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集AI對決了 那今天的主角呢 是 Cobby 跟 Notebook LM 為什麼是這兩個呢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42個AI工具介紹裡面呢 我強力的推薦Cobby這個工具 然後就會非常多人在下面跟我留言說 啊 Notebook LM 不是一樣的功能 而且 Notebook LM 很免費喔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我好像之前沒有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Notebook LM 它之前很紅 就是 Notebook LM 會很紅 是因為它可以把文字做成Podcast的那種形式 而且效果非常逼真 大家就非常關注那個聲音生成的功能 反而忽略了它整理文章的功能喔 那這一次呢 很多人就提醒我說 Notebook LM 有這樣子整理文章的功能 而且非常好用 所以呢 我就稍微研究一下發現 哇 真的還蠻強的耶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帶大家看就是 Cobby 還有 Notebook LM 它們分別是怎樣的功能 然後它們有怎樣的差距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們要不要付錢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一起來帶大家看一下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分別介紹一下 Notebook LM 還有Cobby 他們大概怎麼使用 就稍微介紹一下他們的介面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進到這個是 Notebook LM 的介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就是一個專案一個專案這樣子 其實就是跟Cobby也是蠻像的 那我們現在呢 來新創一個專案 那新創專案的時候呢 它會讓你丟檔案進去喔 那這些檔案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用 AI 的搜尋的來源 也就是說 AI 會依據你丟給他的資訊呢 去分析 還有整理這樣子 那這邊你就是可以丟自己的 PDF 自己的文字啊 自己的音檔 然後這邊呢 你也可以貼網站貼 YouTube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打字這樣子 OK 假設我今天要再一部 YouTube 影片 我就把它丟進來 那我們檔案丟進來之後呢 它就是在左邊這邊一排 然後中間這邊呢 就很像TrackGPT 的一個介面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跟 AI 互動 然後這邊就有非常簡短的跟你介紹說 你這些檔案大概在講什麼 然後右邊這邊呢 就是一些現成的功能 那上面呢 就是之前非常紅的那個音訊生成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會來玩 然後下面這邊呢 是筆記功能 就是你可以新增自己的筆記 然後你可以新增非常多個筆記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些像是總覽啊 或者是常問問題 然後時間線 它也可以幫你整理 那其實這些功能呢 也算是 AI 功能的一部分 只是它做成了現成的按鈕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實際要來開始使用 我們就可以在左邊這邊勾選你想要的來源 你可以全勾 或者是都不勾 也都可以 然後中間呢 你就可以開始問他 問你 中文 到中間 這是什麼 然後呢 LN 它是可以用中文的 只是你要先跟它講好 喔 超快的 它就馬上跟你總結了 裡面將中某的一些中心思想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儲存到你的筆記裡面 好 那Nobo LM 的大致上用法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特別提到這個 Audio Overview 的一個功能 因為它真的蠻特別的 就是目前市面上我們沒有看到一個 AI 是可以像這樣子做成一個有點像Podcast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個 那我們現在呢 來稍微介紹一下Copy這個東西 Copy 我們在上一集有稍微提到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那一集的話 我們很快的把這個Copy講過去 那Copy它的方式呢 也是新增專案的方式喔 你今天就新增一個專案 那我專案創建好之後 我就可以在這個專案裡面 去新增我的資料 一個資料叫做一個Post 然後呢 它這邊就可以丟檔案進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好像沒有很明確的講說 它可以丟哪些東西 基本上 PDF 啊 然後文字檔 然後連結 網站 然後 YouTube 它都可以丟進來 只是它少了一個東西 它就是不能直接打字 你不能直接在這邊打字 變成一個你的來源這樣子 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那我們現在例如說我一樣 一樣丟這個連結進來 好 那丟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開始創作了 那Copy它的創作介面呢 比較像是以一個筆記本為基礎 然後下去叫AI幫你寫東西 它比較不像CHRGBT那樣子聊天的形式喔 那這邊呢 你就是可以用斜線叫出它的所有功能 它裡面就是可以AI寫字啊 然後問問題啊 然後合成啊之類的 那這邊呢 你一樣也可以去選你的來源 例如說你只要其中幾個來源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勾起來 那下面你就可以寫你今天創作的主題 一樣呢 將做我們的中心思想 那這邊它有一些現成的按鈕 讓你去選說你今天是想要創作一個Email啊 還是一個推特啊 還是一個影片腳本啊 就是一些現成的按鈕這樣 我覺得對創作的來說是蠻好用的 然後我覺得下面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叫做寫作風格 按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去選擇 你想要模仿的文筆的來源 你可以自己匯入 就是一樣呢 把你寫過的東西都匯進來 或者是你把你想要模仿文筆的那個文章匯進來 然後它就可以作為一個寫作風格的來源 這邊就可以寫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叫它開始幫我們寫作 它這邊出來雖然是簡體中文 但是其實你可以指定它要反中 然後也是很快的就整理出來了 所以呢COPI大致上的用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大致上介紹完這兩個軟體之後呢 來講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要不要付費呢 就是COPI它其實是需要付費的 它一個月一個人好像是16塊還是20塊美金 我覺得有點不太確定 Nobu LM的話是完全免費喔 是全免費喔 可能會很疑問說 那COPI到底有沒有值那個價錢讓你去付費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大家比較一下這兩個AI 那結尾呢你就會有結論了 好那首先第一個我們要來比較的是 檔案支援的程度 大家應該都有遇過那種 你丟檔案進去AI結果發現不能用的情況吧 例如說什麼PDF太多頁啊 或者它不支援什麼YouTube直播會入啊 然後什麼不能讀裡面的音檔啊 什麼之類的問題 那這兩個AI也有發生一模一樣的問題 只是發生在不同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們 各自的問題到底是出在哪 大家看到現在畫面上面呢 Nobu LM它我丟了很多YouTube影片進來 為什麼有一些有標題 有一些出現這個紅色的標誌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讀取這些影片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Nobu LM還有YouTube 他們都是Google公司的啊 那為什麼讀不到呢 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然後這個讀不到你它就是真的讀不到 它完全沒辦法看到裡面的內容 然後你就是只能用剩下的這些影片去 去問AI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Copy這邊 它就是五部影片它都可以讀得到 就是這邊它五部影片都可以讀得到 每一部裡面它進去都有非常詳細的文字稿 就是我覺得還蠻詳細 而且它還會分講者喔 就是它如果有偵測到不同的講者 它都會寫出來 就非常的細緻 但是呢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因為Copy它是丟影片進來之後 它自己另外去處理那個聲音跟字幕 所以它需要花時間 你要給它可能十幾分鐘 它才可以完全處理好 例如說你影片很長的話就需要那麼久 那如果是Nobu LM的話 一丟進來就可以立刻用 那個速度是有讓我嚇到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這樣小小的區別 再來下一個檔案的格式 我們要來看PDF還有網站的資源 我現在呢就是丟了一部 600多頁的PDF進來讓它分析 600多頁其實算是還蠻 那工作的loading是蠻重的 我前幾天有試那個Adobe的 也是一樣的功能 而且是付費的喔 然後它沒辦法讀超過600頁 我就覺得欸 其他的軟體明明就可以啊 為什麼Adobe已經覺得不行 然後現在我就是丟到這個Nobu LM 然後它就是可以直接讀取 然後幫我做總結 然後我也可以直接問它問題 完全就是非常順暢 然後右邊呢這邊我也已經生成好 我們等一下會來示範的那個音訊的功能 所以600頁完全拿捏了沒問題 那再來看到Copy這邊 對於600頁的PDF處理的程度是怎樣呢 這邊呢我一樣丟了一模一樣的文件進來 然後我直接開始想要用AI創作的時候 它就讀不到這一份文件 我就也是搞不懂為什麼 然後我就問了它大概四次吧 它就沒辦法讀到裡面的東西 然後甚至最後就是給了我一個完全不相關的主題 那我其實在這邊呢是有懷疑說 它連PDF都要另外處理過 才能開始我們的AI問答 那我這根文件已經丟進來好幾個小時了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會不會是因為它要處理的關係 它還在分析欸 我已經等了大概兩三分鐘了 那如果我問Nobu LM一樣的問題 它會花多久的時間 很快 大概三秒鐘吧 我就問它說這部書在寫什麼 它就是很快就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然後Copy還在這邊讀 那我在等待它回答我的這個期間呢 我進來看一下我會進來的檔案 可以做怎樣處理 我覺得它還不錯的就是它內建了一個 類似文件 要說文件閱讀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點進這個PDF 或者是你自己的文件 然後你可以標記哪一段 是你想要特別強調的 例如說這樣子 highlight起來 所以這個文件編輯器呢 是Nobu LM沒有的 它可以直接進去 會進來的檔案 然後你可以去標註啊 引用之類的 然後一些裡面的句子什麼 如果你要搜尋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搜尋 但是如果是Nobu LM的話 它針對你原始檔案的一些 閱讀什麼的就沒有那麼詳細 它就是不能標註 然後也不能像剛才那樣子 有點像文件閱讀器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純文字 然後你也不能處理 也不能標示 你只能複製或貼上 所以這部分算是Copy 一個蠻大的優點 尤其如果你今天要協作的話 就是這兩個 我們今天介紹的AI 它都是可以協作 它可以多人協作 如果你有團隊的話 你們就是都可以丟資料進來 然後看你們需要哪些資料 去把它勾起來 然後處理這樣子 但是Copy現在也花太多時間 在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好那既然那個PDF失敗了 我來講一下 那個網站來源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 匯入那種純文字的網站的話 我覺得對它們兩個來說 都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它就是 只是進去抓那些文字而已 所以我這邊就 不多加比較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進到NobleLM 自己非常獨特的功能 就是聲音的生成喔 這叫做音訊總覽 因為像導讀嗎 沒錯 就是導讀這個字 就是它會生成一個導讀讓你聽 然後你要進來這邊 按這個generate 它就會幫你生成一段導讀 大概會是十幾分鐘 然後一男一女的對話 然後這個非常特別 就是因為它非常非常逼真 它就真的很像在真人講話 我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Interactive Mode 它竟然還有互動模式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玩 但是我們先來給大家 試聽一下那個 很像Podcast的功能 就是這個導讀的部分 而且那個一男英女 它們都有自己的個性喔 我覺得 很噁心 就是它們就真的很像真人 來給大家讀一下 然後大家有沒有記得Gemini 我覺得它比Gemini還要強 然後就很奇怪 因為就是Google 都是Google啦 為什麼一個比較強 然後一個比較弱 我覺得這個 就真的搞不懂 然後剛剛這個功能啊 它生成了22分鐘 就是很快的了解到說 這全部的影片 大概在講什麼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聽的 就是Toppodcast 真的蠻有邏輯 然後可以很快的帶你了解 你想要了解的主題 你今天例如說 很長的論文啊 很長的新聞 很就是一個主題什麼的 你都可以把你的資源丟進來 然後它就可以很快的 給你一個大致的中覽 那這個東西你就可以下載下來 放到你的手機裡面 變成一個podcast這樣子 就真的很不錯耶 但它目前只有英文啦 就是沒辦法 因為畢竟開發者就是英文母語嘛 那我們現在呢 來試看看這個interactive mode 就是互動模式 好緊張喔 要join欸 歡迎來到DEEPDAG 我們有很多的 Steve Jobs的訪問和訪問 在這裡 長期一年 你覺得他會覺得 新的產品如何? 那是一個很棒的問題 而且我們也有想到的 對 非常有趣 要討論他會看 今天這個技術的環境 好 讓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從他的資源 從第一次的訪問 他會說的是 新的產品應用程式 嗯嗯 他會看到他們的主題 這個互動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問他們問題 其實他就跟 左邊的這個打字 是差不多的概念 嗯 例如說你打字 然後問他裡面的內容 他就會回答你嘛 但是這邊呢 就是右邊這個音訊 他就是會用比較口語化 然後比較互動的方式 跟你說 你的這些來源裡面有提到 哪些關於你的問題的部分 這樣子 還蠻不錯的 就還蠻好玩的 你就會覺得 你不是在跟機器聊天這樣子 然後比較有互動感 哇 就是 真的 還蠻強的 然後呢 這個interactive mode 其實他就是 基於上面的這個導讀啊 你就是可以隨時發問 他就是講到哪邊 你就可以直接開始問他問題 然後他們就會 就是岔開話題 然後幫你從這些這些你的來源裡面 去找你要的答案這樣子 這真的還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Nobel M其他的功能 像是下面的這個notes 他可以新增非常多notes嘛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點一些不同的功能 來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 你點了一個按鈕 他就會幫你新增一個 筆記 然後是不同的功能這樣子 就例如說 學習指南 也是一個總覽 檢要總覽 然後時間線 還有常問問題 喔 他這個是 有點像是考試的概念耶 他就幫你生成一個考試清單 幫助你 釐清自己有沒有了解裡面的內容 再一次希望自己是這個時代的學生 真的有太多工具非常好用了 例如說你就可以把你的課本內容丟進來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生成考題這樣子 然後時間線的部分呢 他就會依照時間的部分 把他 資料裡面所有的來源整理起來 這個也相當的好用耶 例如說我想要了解這個賈伯斯的話 我就把他全部的 自傳啊 然後什麼文章啊 什麼演講啊 全部丟進來 他就會幫我把他提到的所有 平生的經歷都會整理起來喔 不管是他學生時代啊 還是工作時代啊 還是他晚年的時代啊 全部 全部都在這邊 真的非常的好用耶 嚇死人了 那中間這邊呢 你基本上就是可以問他任何問題 然後或者是要他做任何AI可以做的事情 例如說幫你整理重點啊 或者是跟他聊天 就是傳聊天 例如說問他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怎樣的問題 怎樣的困擾 你都可以告訴他 他就是會幫你找資料這樣子 那Copy這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嗯我覺得Copy比較特別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就是他有一個像是文章閱讀器的功能 所以這我覺得算是他蠻特別的一個優點 他就是內建在裡面 好那最後呢 我們來稍微想一下 這兩個AI的優缺點 我覺得他們兩個功能 大概87%是一樣的 他就是針對你給他的資料來源 然後去做分析 然後製作筆記這樣子 就真的差不多啊 然後Novo LM比較強大的 就是他處理速度非常非常快 然後他還可以生成音訊 甚至是有互動感的音訊 那Copy這邊呢 就是蠻純粹的就是文字的處理 然後有文章閱讀器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你要說Copy有沒有資格收錢 我覺得真的 這個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Novo LM免費耶 你怎麼鬥得過人家 就是這樣子人家一定就會去用Novo LM啊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有良性的競爭才會有發展 但是現在看起來Novo LM好像真的有點太強大了 就是連我自己都會想要開始使用Novo LM耶 你就把網站丟進來 然後啪啪啪就把你處理好 所有你要的資料了 而且還是多個來源喔 他還可以處理600頁的PDF喔 而且是免費喔 就是有那麼多的優點耶 那這兩個軟體呢 都是可以使用反中的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而且我覺得這種AI呢 他跟TrackGPT那類的AI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的資料來源是非常精確 然後非常精準 他的目標是很明確的 他就是幫你處理文件 幫你處理文字 然後你要什麼重點 他就是會給你 但這就要講到他們有沒有像是 TrackGPT或是Cloud那樣子 就是發想的功能呢 我現在立刻就來試試 那我剛才在測試呢 就是看看這個AI可不可以把它當成TrackGPT來用 然後我用了一下呢 發現他還是太文皺皺了 就是感覺是比較研究生的那種感覺 他比較不能想一些比較輕鬆啊 日常的內容這樣子 不過我也是出錢的嘗試而已啦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試看看 能不能就是讓他基於你裡面的內容 然後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創作 所以大家不知道看到這邊有怎樣的感想呢 我自己是覺得哇 NOBELM真的完勝啊 必須要說真的是完勝 因為他就是免費 而且又很好用 那Kabi呢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新創 他還在發展 未來不知道會怎樣 對我覺得這個構想是很好 他的架構非常好 只是相似的功能 真的太容易被其他大公司做出來了 所以就會有點小小可惜 因為他要收費 所以就是介紹這個NOBELM 你給大家囉 大家可以趕快去試玩看看 然後試用看看這個聲音 生成的功能 所以可以順便練英文這樣子 我就是前一陣子真的有把腦來練英文 就還蠻好用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還有想要看怎樣的AI比較啊 或者是你們覺得哪個比較好用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覺得你們真的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因為我就是做完那部影片之後 大家都跟我說 喔 老婆原來很好用欸 你趕快去用啊 用了之後就真的覺得很不錯 所以呢 歡迎大家給我一些建議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我們上次還沒有玩的那個 42個AI工具 我也會之後繼續做下去 好 大家就事物以待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